大家好 我是牛津 今年22岁来自辽宁锦州 毕业于天津采应大学金融学专业 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因此我在大学本科期间 拿到了军分90的成绩 并且在大四期间 被国家公派留学至英国赫瑞瓦特大学 进行学习交流 拿到了军分A等的成绩 目前已经拿到了曼车斯特大学 金融学硕士等offer 明年9月份进行入学 因此想在此期间 找一份金融相关的工作 我还是个职场小白 还需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请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大家 童谣老师好 你好 牛津 老师好 我是剑桥 久仰 久仰 这名字好别致啊 这谁起的呀 是我妈妈起的 来 妈妈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取名叫牛津 童谣老师好 就是我经常看非你莫属节目 然后特别崇拜那个童谣老师 谢谢 当时的时候 为什么给我女儿起叫牛津呢 因为我是教英语的 是一名英语老师 据说小孩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要证一本书 然后孩子比较聪明 然后我就给他证了一本 英语词典 然后那个词典的 当时就是一本牛津词典 而想了很长时间啊 这个名比较好 就起的叫牛津了 来 您给我们所有人晒一晒 你女儿获得过的荣誉 我女儿就是一直很努力 19年的时候因为成绩好 然后去到了 有一个国家公派留学 到霍尔环特大学 然后成绩也一直很好 然后就是也得了那个A 就是她成绩也是A 然后在学校那个平时呢 是基本每个学期 都能得到奖学金 还是一个学生会成员 还有两个社团 管两个公众号啊 最后毕业的时候 有那个获得的是 天津财经大学优秀毕业生 然后她还获得了一个 叫天津财经大学 青春奉献奖 这个青春奉献奖呢 就是因为她在 霍尔瓦特那块组织学生 捐赠物资 然后就是国内的医院 一线捐赠物资 然后他们获得了一个 青春奉献奖 反正她得了很多证书吧 就是 还没还不止吧 爸爸来补充还有呢 这个是实在抱歉 我家孩子成长 基本上都她妈妈的 那个培养 我始终对我的女儿 有一种很 很愧疚的心理 这个爸爸也不太了解你 为了惩罚一下爸爸 来爸爸把她的奖状 帮我们拿上 那在让你了解之前 我让你猜一下 这么多奖状里面 哪一个奖状是 最有含金量的 你猜啊 这个 女儿不能作弊 女儿站后面来 你说哪一张是 最有含金量的 可劲的猜 可劲的猜 我这英文还看不到明白 你拿你就猜嘛 来来来 哪个是 这个放在正中间了 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是吧 确定不确定 确定 行 女儿过来 来来来 好 哪张是最有含金量的呀 这张 反正她看了半天 也没看那张 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为什么 这个是最有含金量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 英语作为一种 工作语言来讲 在平常的工作中 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荣获C类三等奖 来 你告诉你女儿 你选的是哪张啊 我 我爸爸选的中间那个 来解读一下 这一张是什么意思 她居然选了一张 全是英文的 她看不懂 来 你说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张是我当时 在安胜实习的时候 我们进行小组竞赛 我们当时的小组 获得了冠军 这是一张 就是证明我们是 冠军的证书 其实这张含金量 也蛮好 实际的工作技能 你为什么不选这一张 而且你听见了爸爸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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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硬是没选 你为什么不选他 可能因为 我觉得 他不像一个证书 他只是一个证明 所以 所以我觉得你是 故意的要惩罚吧 也有可能 他在过程里边 那个冠军呢 他在团队里边 没发挥重要作用 他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所以没选那个 是吗 是这样吗 我当时是作为团队的议员 就不是组长 可能有这个 我也觉得牛津选的这个 是对他来讲 我觉得是他难度最大的 你今天为什么要带他们俩来呢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就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所以要带他们来 那你觉得你带他们俩来 在我们心目当中 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减分吧 那你还带来 毕竟对我很重要嘛 要他们俩共同见证 对 觉得你老爹这些年 这些钱没白花 是吧 老妈这些日子的经历 没白付出 是吧 那你想对他们俩 说什么感谢呢 爸妈妈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 把我养这么大 不好意思 我女儿有很多优点 就是她其实特别孝顺 然后就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然后拿东西的时候 都是我女儿拿 就是我要是背个包 肯定是我女儿背 然后家里面 就是我姥姥和爷爷 就是她买的吃的东西 就第一次都要 要给爷爷或者是姥姥吃 不是自己去吃 然后跟同学关系 也相处得很好 就是应该是很融洽的那种 然后特别能关注 大家的感受 当你们在也 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会关注到每个人的感受 这个我相信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家教 很有天良的一个女生 来说一下你的工作经历 我的工作经历 之前有过两段实习经历 我之前有一段 是在香港爱上集团 做财富管理部门的实习生 然后当时是 以小组形式进行一个工作 我们当时选的主要任务是 股票投资和建立基金 第一张图就是我们当时的 收益率的一个走势图 是以1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 最后的收益大概是300左右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我们也没有进行实际操作 第二份实习经历 是在广发证券营业部 做投资助理 当时我们进行了 就是行业研究 和一些财务指标的分析 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 半导体的行业的研究 这是我当时做的一张 行业的一个流程图 还进行了一些财务指标的分析 就比如说3M公司 像这种的 来 两位人力资源专家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有什么要帮助这姑娘 对 因为牛津 她从妈妈的描述当中 是一个特别独立自主的女孩子 我还听说你有坚持主见 比如说出国 是吧 这件事是跟家人经过协商的 按了你自己的意愿出了国 但是还跟妈妈承诺了啥 就承诺一定要回国 一定要回国 还有什么 就是工作要离他们近一点 不要走太远 还有一个就是不许和外国人 找个电话 你有男朋友 我有 并且这个男朋友 我爸妈还觉得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还是要诚实一下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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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大学毕业 跟我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 是学弟 是学弟 还是跟我同一个社团的学弟 第几集 第两集 第两集 为什么妈妈不喜欢 因为觉得她太小了 而且可能她以后的规划还没有定 就跟我可能不是一个未来 你们谈了多久 一个多月 你为什么找她 因为就是 她其实是很体贴的那种 比如说她是那种 她其实很喜欢电吉他 因为她是有玩 就是很喜欢玩摇滚 朋克音乐 完了 你说这个她更不同意了 我告诉你 还有呢 还有呢 但是她会 她会比如说 我说 她会就是为了我放下电吉他和放下游戏 就是说她跟我一起学习 然后就像这种的 就比较体贴 你觉得你们将来明朗吗 现在看来其实不是很明朗 但是我会独促她的 那你想跟她说什么呢 哎呀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啊 这就在旁边 这个是你请来的啊 不是我请来的啊 来来 说点啥 来来 你说宝贝 你跟她说啊 来来来 宝贝一定要好好睡心 努力加油出去帮我早日起回去 我看你爸爸在这咬牙呢 请爸爸和妈妈发表一下获奖感应 来来来来 我尊重女儿的选择 真尊重假 真尊重 那爸爸呢 那爸爸说话 叫什么 无道就是大道吧 顺其自然 真的啊 对 好 管你是咬着后操牙说的还是怎么着啊 但是有一句话还是 就是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爸妈说的对的 该考量的还是考量 毕竟他看的人还是比较准一些 肯定会的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六千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一定要在天津 想最好在北京天津这边 牛津 我也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 比如说到了一家公司 但是他那个部门经理不想培养一个小白 培养完了之后一年 你又走了 这事你怎么看 你怎么跟他交流 就是我本来想的是如果老板觉得我合适的话 我研究生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 但是因为以后你研究生之后就很长时间的事了吗 不对 曾华 他说的很有道理 一年以后 因为他只是上一年 说是 我想替这个学生说一句话 就是各位老板 他可能现在做投资是个新手 但是这个新手的增长是很大的 他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 就有自己的坚持 而且因为我在大学里做过辅导员 就这样的学生是辅导员特别喜欢的 你的意向企业就是杨荣是吧 是 因为今天的投资管理公司只有他们 没有别人了吗 是这样的 或者是像各位公司里面的投融资部门也可以 有投融资部门 但是 五发通诚有 像小白呢 你需要展现你独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虚口率 还有五盏灯 这个灭灯灭的多是因为你女儿找的岗位 她们没有 不要害怕 还是可以的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小姑娘要展现自己的文艺细胞 才弹吉他唱歌 唱给大宝贝 来 来 来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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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你从东北人 你不要再跟着肥子音 their 这次我又很灑狂的脸 那个那个脸不太好 我不想你 我不想你 健康的腿 随了 我可以假装看不久的 我可以佯想你 你在我心里面 你不要我空的边 我不行的 你帮我可以 谢谢大家 这就是学生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这样 这个歌曲是你的男朋友 交给你的吧 其实是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碰其他了 然后他帮我 其实帮我之前选了 红色高跟鞋这首歌 但是有一点难度 而且我对这首歌也不太熟悉 我就挑了一下乐谱 他就帮我改了一下 整个和弦 因为就是把它缩短了一下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占据主动位置 他基本上挺听你的 我也比较听他的 瞧你们恩爱的 把那老两口基本上当空气了 你看 妈妈又要说话了 那个囤里老师 其实我规定拼盘球打得特别好 他那个为什么个儿长得这么高 他在小学四年级到初二阶段 一直打乒乓球 在中考的时候有个体育考试 然后他是免考的 就因为体育 就是乒乓球打得好 妈妈忘记了说这点优点 要补一下 您现在没明白 刚才囤里老师说 学生他已经很表现了 不管他的唱歌 他的表现 都是才华横着意 没问题了 可是职场适不适配的那个岗位 是专业种着渣 能不能渣得下去 对吧 那你现在做的 也是做过财富管理公司的 也是应该懂过基金的 是吧 也该了解什么第三方理财的 好 你试一下找我们中间一个人 来推荐一下 或者销售一下你们家的基金 对吧 这是你的本专业吧 这些才是关键 你来选 然后来销售你的基金 请问杨总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款基金 已经是做到了一个 比较成熟的程度 它的一个基金稳健率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稳健程度的 它的风险相对来讲 就是要小一些 但是它的收益率 又相较于其他的基金 要更高一些 并且 那它收益率到底是多少呀 大概是3.5左右吧 您如果投的多的话 可能您的收益就会更多一些 那您是用什么样的 投资组合方法来保证 这个收益 百分之以上的收益率呢 我们采取的是 进行一个就是分散化投资 建立了一个就是 对冲类的基金去抵消掉 它们的 它们之间的风险 然后并且保证一个 相对稳健的一个收益率 我插一句 真的杨荣在替你问好多问题 应该是你要主动地说的 这是一个 再有 杨荣虽然帮你问了那么多问题 你仍然没有说出来 你的基金的组合是什么 你投的组合是什么 你只是说了对冲 我的基金组合 对 你是投了哪些东西 投 我们当时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 对吧 收益率这块 居然让杨总来问 这个最 第一步要说的是吧 妈妈有点急啊 来来妈妈说一下 不是我那个 我是替女儿有点着急 她因为刚刚找工作 然后我觉得她对这些专业的东西 还是理解的不是很多 然后我觉得她找工作 就是跟大家学习 然后也希望给 那个在学习过程上能成长 这位妈妈 我倒是挺替您着急的 我觉得您可以 就是让孩子自己来 其实说实在的 带着父母来应聘 她自己也知道 不是个加分项 您真的少说两句 她自己可以的 她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 您要相信孩子 她才能更好 好的 好吧 刚刚来回答你 我们先不说专业性 但我觉得你犯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错误 尤其是你在推销基金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问题 你是要先问你的这个客户 你要先评估 他的投资的风险值 是怎样的 所以你要做一些询问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 这个投资 然后你要通过 一些问题能了解我 可能会 大概我的投资的 风险抗压能力是怎样的 才会去看这个组合 该怎么来定 如果您在基金公司 干过的话 实习过的话 我觉得这种基本的 专业性的问题 您是知道的 好了 其实她要的是六千 六千的含金量 我认为是到了的 其实她今天请父母来 你到后面 你就慢慢感觉到 她请父母来 是来壮胆的 其实她最大的问题 就是胆子小 但她心里确实是 有冒险精神的 她今天父母坐在这儿 就是坐镇的 是吧 来我们来 有请老陈 做心理投资分析 这位选手告诉我 他这图画 有一个标题 叫小乔流水人家 可是我们所有的观众 来看看这图画 我们怎么着也没有找到 那个小乔和流水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对自己的定位 出现了错误 那也就提示你 你今天来求职 你的定位 可能出现了一些 矛盾或者错误 希望你要重新调整 只有这样 你才能赢得 未来的人生 未来的工作 第二轮选资 虚火灵 啥意思啊这是 全灭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